在近现代的贵族中 产生了无所用心而又浅薄的享乐主义 他们一生都是假期 将特权地位享受到极致 常常不拿责任当回事 但是他们手握资源 即使是重大社会变故之后 常常还是需要依靠这些旧贵族的资源 和旧官僚的技能来构建新的社会 至少要尽量减少他们用手中的资源阻止改革的进行 在日本明治维新中 明治政府对此的选择便是设立华族 这影响延续至今 今天我们来聊聊明治大政和昭和时代 存在感极强的华族阶级 这里是巫女花散礼 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 记得先点赞关注哦 日本所谓的华族 法律上是从明治二年到昭和二十二年之间存在的 在天皇之下授予了高级爵位 或者承认地位重要的人的总称 这并非是荣誉 而是真实拥有众多特权的国家最高阶级 是的在君主立宪制国家中 还能重新出现合法的贵族系统 可见现代化的进程是多么容易回头 如果回到江户时代 政权是由幕府掌握的 德川幕府是通过分封的方式给马仔们分配利益 但是进入明治时代后 日本政府一开始希望建立一个 至少能够在本土上对抗列强的国家 于是作为明治维新的日环 要求全国各藩归还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领民 给中央朝廷 称为板级奉还 随后明治政府为了进一步消除诸侯们的独立影响力 改地方组织形式为限制 称为费藩制限 在历史的长河中 板级奉还费藩制限 只是明治维新功绩中的短短八个字 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影响不可为不大 累带十亿的藩族大名们不仅失去了权力 而且从根本上失去了既得利益 甚至都不是既得利益的置换 于是为了防止激烈反弹 日本政府设立了拥有特别待遇的贵族阶级 保证他们在新时代继续有一定的十亿规模 也就是华族系统 一开始华族制度就是为了这些师弟大名们准备的 制度产生之后 因其明显的社会分配优势地位 侍奉天皇的公家们也要求成为华族 形成了一般印象中的 由原大名和公家组成的华族阶级 刚开始华族只有142个大名家族和285个公家 总共427个家族 以日本人口而言 即使他们每个人每年都要消费数百人的劳动成果 对整体国家运行的影响也问题不大 比起持续分裂动乱是要好得多的 但是后来华族家庭数量越来越多 也成了国民的沉重负担 华族制度刚开始的时候 华族内部并没有高低之分 后来印华族们的要求又在华族中设立了爵位制度 分别授予各家族的当主 公侯博子兰之一的爵位也是高低 即华族爵位制度 确定爵位的标准 说是从家世和领地收入两方面考虑 但是这个标准并不公开 因此也有些华族对于授予的爵位感到不满 既然贵族制度都建立了 当然就要导入最重要的使用方式 那就是维持体系 以表彰对国家贡献的形式 授予新贵族这种操作是必须要有的 这样可以让非贵族中的天才们 把能力用在体制内的竞争 比如伊藤博文 原本出生就不算太高贵 但是由于他对日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也被授予了华族 像伊藤博文这样的大政时代后 才被认可的华族 人们称为新华族 而那些原本就是大明公卿的 有着血统正统的华族 被称为旧华族 当时日本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太绝 新华族和旧华族并没有本质区别 也就是说即使不掀桌子 非贵族的天才们在体制内的发展 原则上并没有限定史上线 要知道很多别的有贵族系统的国家 采用的是新贵族很难世袭 或者是新贵族获封之前 必须入罪旧贵族的家族 然后从中分割一部分权利 在这些系统下 显然你是出身平民家庭的天才的话 想要真正跃升到最高一级 唯一的方法就是掀桌子 日本当时这方面还要好一点 到了二战战败后 日本被迫去贵族化 昭和22年 也就是1947年通过的新宪法 明确废除了华族 其实到现在也就是76年前 也就是说现在日本 还有很多在世的老贵族 在华族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 设置了两种华族 分别是可以世袭网替的继承华族 和当主过世之后集中止的终身华族 拥有华族资格的家族 可以自己选择 本来明治政府是考虑到 他们中有很多都已经出家为生 可能没有世袭网替的需求 那么能省则省 但那怎么可能呢 所有的华族都选择成为继承华族 世袭网替 后来索性就取消了 没有人会选的终身华族 另外 无论是华族还是爵位 实际上都依附于当主的受薰 是前任家族过世之后 天皇再给继承者 授予相同爵位的典型封建制度 尽管女性接管家业之后 仍然是可以称为华族 天皇和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 对爵位继承者的性别 有过任何要求 但是华族之间还是产生了 男性才能继承爵位的潜规则 后来又搞出了封建大名时的 续扬子那一套 延续至今 把用来显摆家世显后的制度排除之后 华族真正的政治优势 是他们可以被选为贵族院的议员 日本一直都是二院制议会 众议院由国民投票选出 而当时的贵族院 终身任职 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伯爵子爵和男爵 则需要在同级爵位的华族中 通过选举产生贵族院议员 任期七年 公爵和侯爵的议员没有薪水 但是伯爵子爵和男爵的议员 作为议员的工资是3000日元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20万日元 这些规定都是随时间有所微调 顺带一提 现在日本的国会议员的工资 大概是960万日元 除了贵族们 贵族院中还有皇族议员 和给技术官僚们准备的职人议员 满18岁的皇太子 和满20岁的皇族男子 将自动成为贵族院中的皇族议员 不过据说 贵族院从开张到倒闭 从来没有皇族议员参加过议事 因为那会影响到现代化改革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 这可能导致贵族院这些社会精英们 把皇族的意见误以为是天皇的意见 传声筒肯定是越少越好嘛 天皇已经有别的传声筒了 年满30岁 并且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 可以由天皇任命为特命贵族院议员 称为职人议员 他们就是代表天皇意见的传声筒 这些职人议员多是知名学者和财界人士 显然作为个体人类而言 他们远远比华族议员们更优秀更实际 因此贵族院的决策方向 反而基本是这些非贵族所主导的 在民意上贵族院的地位高于重议员 但是贵族议员并没被法律赋予任何权限 国家运行的决策权属于众议院 贵族院在很大程度上 扮演的是众议院的监督角色 通过这种模糊 让华族们既能多享受利益 又能少负担责任 贵族议会的话好像有点多了 回到华族本身上 华族的身份本身也是一种 社会资源分配的特权 因而很容易产生巨富 即使到了现在日本的文艺作品中 但要创作富贵人家或者贵族生活时 还是常常会使用一条啊 田村啊 林小路啊 这些旧华族的姓氏 明治政府声称让华族们 维持奢华富裕的形象 是期待他们成为国民的模范 带动普通国民 看到维新改革成功之后的生活方式 但是其实华族们要维持体面 也要体现与庶民的不同 往往会设置非常严格的规矩 为了与其他华族竞争 也通常都有重负荷的教育 当时华族通常会高价 雇佣能力和礼仪出众的庸人或者女仆 作为贴身侍从教育后代 这些出生在华族的青少年 有很多限制 真正服从的话 几乎就是不能自由活动 连购物都是要提出要求之后 有依附于华族的商贩来完成 不过不要以为他们很可怜 事实上就算这些华族小孩犯错 挨骂的也是他们的贴身侍从 现在日本时代剧 或者时代小说中的经典情节 一些任性的大小姐 硬要逃课跑出去玩 跟在他们后面的庸人 焦急的一边追一边说 夫人会骂我的 很遗憾这个是真实存在过的 偶尔看到民国剧 也引进这种情节 就感觉很傻逼 大帅们的子女 和华族家的小孩 生活完全不一样 这种硬套就非常的不伦不类 话说回来 这些华族青少年 在这个过程中 能不能成为国民模范 我是不知道 但是在这虚伪 又不用承担犯错责任的过程中 我肯定他们从自己的父母 和自己以及庸人的关系上 完全明白了皇族华族和普通国民之间的关系 作为贵族 当然还要有血缘限制 当时明确规定了 华族要和华族通婚 由于范围极小 基本就变成了父母安排这种东西了 尤其是公爵家族 他们可以与皇族通婚 所以更要尽力安排 各华族为了在联姻上不输给其他的华族 都会在后代的教育上投入巨大 明治十年 一直服务皇室的学习院扩大为贵族学校 出生方式为皇族和华族免是入学 庶民经过比较困难的考试 以及大量的对学校捐赠之后可以入学 大体延续至今 所以日本文艺作品中那些 夸张的有贵族和庶民隔离的贵族专门学校 很遗憾他妈的也是正式存在过的 准确的说 华族子女也不被允许入学其他的庶民学校 得在华族学校中直到高中毕业 虽然没有任何条件 但是也没有任何选择这种感觉 高中毕业之后 则是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帝国大学入学 形式上是要和庶民学生一起参加入学考试 不过华族子女不计分直接入学 当然他们在学校中主要学习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即使是在同一个学校中 庶民还是学我们现在的学校中 类似的工作用技能和基础知识 而华族们学的是对管理庶民有帮助的 军事技能和剑道格斗奇术这些 当然官方的理由是因为 华族有保护天皇的义务 因此要鼓励他们成为军人 要特别重视军事教育 虽然确实暂时沙场的华族也不少 但是事实上他们大多后来都在做政客或者是商人 此外学习院对中学生实行全封闭教育 必须住校 这是从小培养独立的必要措施 毕竟有些华族继承爵位长 二十出头就要做贵族院议员参与国证了 当然这些都是男性或者是有制女性的路线 华族家一般的女儿们 也有他们自己的贵族女子学校 在这种学校里主要接受的是婚前教育 华族的女儿对于家族主要的贡献 还是被认为是结婚 在华族女校中的课程量确实是非常多 包括钢琴 舞针 书法 东西方礼仪 插花 茶道 西方舞蹈和日本传统舞蹈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 华族的后代教育中 对男性的基本哲学 是争取自己的利益 和理解自己对于庶民的优势 而对女性的基本哲学则是 为了家庭和将来要忍受现在的辛苦 在十九二十世纪搞这一套 还要宣称花费这些穗金是为了树立国民模范 真的就是不在意能不能骗到你 就问你服不服 然后并非是所有的华族家庭都很富有 但这些生活行为都有了属于他们这个阶级的新标准之后 财力差一些的华族就变得难受了 一般来说 从大名获封的华族 虽然失去了领地和领民 但还是会保留一些十亿 而且直接属于大名家族的土地和财产一般并不没收 他们成为华族之后可以通过十亿和地租 依然维持极好的收入 而且在板级凤凰时 明治政府也给了这部分番租 以及大笔称为金鹿公债的钱 所以这些华族生活相当富裕 他们把自己的财产用于投资或者存入家族银行吃利息 能达到普通人难以自信的生活方式 以前富裕华族吃的水果 基本是按照数十甚至数百日元一颗寄的恐怖价格 相当于现在的数万人民币一颗 而那些本来不是大名 也没有军阀背景 也不是新政府要远的华族家庭就比较惨了 他们的财富相对微薄 生活也经常陷入困境 尽管制度上当他们的生活困难时 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金钱 但是随着华族们把所谓的体面生活玩得越来越夸张 系统的支持肯定是不够花销 就像是微信红包一次只能发两版 你把手指点断也不可能一年发几千万红包出去的对吧 那就必须有专门定制的微信版本和单独的服务器路线 有些华族就不得不卖掉名贵家具和艺术品来筹集资金 以有些实在感觉得不偿失的选择放弃华族身份 在二十世纪初的大萧条中 很多华族家庭仰仗的信托银行都破产了 有些原本富裕的大名家族也变得贫困 当然华族们也不可能就为了这些体面上的事和政治特权而勉励维持 人家都是真正做分配决策的人了 对于谁的财产只是数字 谁在真正的获得价值过奢靡生活分的是很清楚的 华族们有很多处于绝对优势的特权 比如华族不出席民事诉讼 这意味着他们在和庶民交易时 即使坑蒙拐骗也不容易被追责 此外他们也拥有被承认的世袭财产 这种世袭财产不仅仅可以一代代传下去 即使抵押出去之后 他还不上债也不能扣押 传承和交易时也免税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华族家庭和一个庶民家庭 进行相同的经营投资 他们的天然利润率就是庶民的三倍左右 这个复利效果是非常恐怖的 拉长到一身来看 财富积累相差的倍率就成了天文数字 而且华族们的经营投资还不用和庶民一样 他们可以采用超越法规的非道德手段 而且原则上 他们还会每人每年从政府 获得普通庶民年收入很多倍的直接补助 这种绝对的竞争优势和抢劫权力 我想只要是个老子正常的人 我倒万不得已都不会主动放弃 到后来被华族们的世袭财产坑过的庶民实在是太多了 债权人的抱怨接连不断 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 这些新生资本家们也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庶民精英们通过众议院对抗贵族议会 到了大政四年出台新规 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可以解冻华族的世袭财产 主要是做抵押的情况 华族们的私生活其实和现在的明星网红比较类似 作为国民模范 虽然要不要经常抛头露面是凭自己的选择 但是免不了长期受关注 华族家的贵妇小姐照片 是妇女画报杂志上的常客 贵族丑闻也会成为受欢迎的花边新闻 比较有名的是 当时被誉为大政三大美人之一的柳原白莲 作为柳原伯爵家的大小姐 她和父母安排的对象结婚 但是后来却和另一个男人私奔追寻爱情 一时成为日本的伙伴话题 有些华族会因为拒绝和安排的对象结婚 而被剥夺继承权 甚至被改姓驱逐出家门 尽管如此 因为爱情原因而离家出走 或是自杀的华族青年数量 在大政年间还是相当多 所以大政被称为浪漫时代了 你只看精英阶级生活的话 那却是挺浪漫的 至于废除华族之后的现在 发展还是符合人性的 大部分华族家庭的财富慢慢缩水 一些已经跌落为普通人 甚至在血汉工厂里工作 比如我知道一位姓三接 名字也非常华族的大妈 他本人现在在山德利的 血汉办公室里做文员 自称他的父亲 曾经就出生于上等华族家庭 当然还有很多的华族 依靠曾经的财力和人脉 转而创业或者投资 逐渐形成了隐藏起来的 新时代华族 你现在打开日本公司列表 随便找一个点开 进去看创始人或者是CGO 很有可能就是华族的后代 显然 取消了华族制度之后 这种部分接受的竞争 以及与庶民适用相同公共资源 和淘汰标准的环境 反而使得旧华族们的阶级优势 更加稳固 毕竟他们真正的绝对优势 是制定规则和分配资源的权利 只要没有失去这二者 又怎么可能不稳固呢 至于如何区分一个现在的日本富豪 是否是出自旧华族 篇幅所限 就留到以后的节目再说吧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啊 我们下期再见